虽然我们霹雳州和中央政府还未成立满两年 可是小弟已经以行政议员的身份 以中政府的姿态多次出席董联会董总的活动 这也证明了我们如今的团结政府 我们是认可董总过去的艰辛付出 我们是认同董联会为华教的奋斗 所以小弟再次的呼吁大家给我们董总董联会一个热烈的掌声 各位今天小弟有机会代表房地部长尼克敏 在这里为大家说几句话 今天尼克敏他不能在霹雳州 他必须在雪州的北部 因为明天是新骨毛的普选 他也拜托小弟向大家致歉 向董联会致歉 因为原本他是定了要来的 可是普选之期不是由他定 所以他就不能抽空出席 小弟要在这里为大家团达 我们团结政府 尤其是希望联盟 如今对待教育 尤其是华教的立场跟态度 以及表达我们的执政理念跟未来走向 其实对于我们华社最重视的中小学教育 我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我们政府对中小学的立场跟原则 那就是维护华小 守护华州 发展独中 我会用12个字来说